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我们继续来说庄子在魏国的充实生活 连续说了庄子的几件事 很明显庄子比会师要有才得多 这两位又是好朋友 会师又是魏国的相国 于是乎会师是时时刻刻都担心 庄子会不会抢他的地位 所以他们在一块碰头聚会的时候 都会互相试探 比如良亲择目而期 庄子又说自己是凤凰 而会师就是一个嘴里含着一个臭老鼠 但是时时刻刻怕凤凰会来 抢他的食物的猫头鹰 好了 就这样你来我去之间 一转眼又到了一个星期天 这一天魏国的天气很好 城中的百姓要么出去秋游了 要么就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之下 出去植树造林了 会师也没闲着 带着庄子出了护城河 就走到了一条叫豪河的地方 边走边散心 不过老实说两个大老爷们 到河边这种地方 浪漫又浪漫不起来 说煞风景又说不上 最终还是无聊 这两位趴在桥的护栏上面 非常无聊的低头看着水 看着看着 庄子的哲学思想又来了 对着会师说 老秀 来来来 快看快看 这水中的白树鱼 哎呀 游的是多么的悠闲自得呀 肯定是结伴出去秋游去了 多快乐啊 这就是鱼儿的快乐啊 会师一听 眼珠一转 心想 这还不给我逮着机会啊 憋了这几天 他的小宇宙终于要爆发了 他就严余装子说 兄弟啊 你不是鱼 怎么知道这些鱼的快乐呢 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这些鱼 是出去快快乐乐的秋游 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去逃难呢 庄子吧 原本还是心情非常好的 听会师这么一说 好心情立刻给砸得稀巴烂 知道 会师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 又是绕着圈子来试探自己了 心想着 如果我不在精神上折磨一下你 你还真不知道我文武双全啊 庄子就说了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呢 会师一听 没想到庄子还有这一处啊 愣了愣 然后回答 对啊 我不是你啊 我当然不知道你想什么 但是你也不是鱼啊 你当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了 对不对 鉴定完毕 庄子急了 心说这位老哥不是偷换概念吗 你不是鱼 当然不知道鱼的快乐 你不是我 你也不知道我的感受啊 如果再这样扯皮下去的话 扯到明天早上都扯不出一个结果来 这是典型的虚无主义啊 庄子于是说 哎呀 别吵了 还是让我们顺着先前的话来说 回到根本 你刚才说的 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说这样的话 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 而问我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在豪水的桥上 知道鱼儿快乐的 简单来说就是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呢 这段故事就是历史有名的 自飞于安之鱼之乐 出自庄子的秋水当中 原文是这样的 庄子与惠子由于豪梁之上 庄子与书于出游 出游从容 是鱼之乐也 惠子与书于安之鱼之乐 庄子与书于安之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与我非子 故不知子矣 子故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 全已 庄子与 请寻其本 紫月 如安之鱼乐云者 既知五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豪尚也 就这样 这两位朋友 面红耳赤的讨论者的话题 已经涉及到 移情作用的心理学范畴 和认识论的思辨 总之吧 都是现在人很少关心的 眉色的学科了 就这样 争论着 并且享受着 桥上的波影 不知不觉 就晚了 这个故事 一直被哲学界 传为美谈 会师和庄子 到底谁更有理一些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这是当时人们精神生活 高尚的写照 哪像现代人 这么庸俗啊 一起见个面 吃个饭 大约只谈 到哪里买房子 更便宜的事 唉 俗啊 过了一段时间 会师又对庄子说 魏王最近给了我 一个大葫芦籽 我把它给种下来 结果这葫芦 长成了精 大的啊 就像一棵树 抛开了 中间能装五弹东西 可是我在想 装什么好呢 如果装水的话吧 又撑不住 怕压碎了 把它切成瓢的话吧 这么大个瓢 往哪摇东西 都伸不进去 庄子就说了 唉 看来你是拙大于用啊 你为什么不把它 做成一个救生艇啊 拴在身上 漂浮于江湖 那是何等的畅快啊 看来老兄你还没有修炼到成空的境界啊 葫芦 其实是古代流行的一种交通工具 特别是发大水的时候就能成为救生工具 在现在 河南 黄河沿岸 民间还在使用葫芦船 住在黄河南岸的农民 要到北岸去种地 那就是抱着大葫芦飘过去的 而且在当地的旅馆 大多是以葫芦作为幌子 因为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 葫芦就是救生的象征 下一回您到黄河岸边去玩黄河漂流的时候 我敢跟您打赌 当地的导游一定会抱个葫芦给你的 会时又说自己有棵大树 打得要命 但是却东倒西歪的 不能当房梁 实在也是没用 庄子就说他了 你有一棵大树 却怕它没用 你何不彷徨乎无为于其策 逍遥乎寝卧于其下 什么都不干 啥事都不想 谁也欺负不了你 你啥痛苦都没有 多过瘾啊 会时给说的没脾气 确实是啊 想这么多干什么 有些事情根本就是想出来的 而不会在实际当中发生的 如果想到死胡同里去 那就真的成了气人忧天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 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